HELLO 大家好! 看下今個星期有什麼創業新聞呢? 麻煩啊啊啊女! Ideapop 比賽招募創業高手 勝出大學生隊伍將赴亞里實習 近幾年創業風吹得愈來愈烈 當中不乏有志創業的年青人 為乎日本地年青人實踐創業夢 由阿里巴巴集團成立的非牟利項目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 去年喜聯同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以及香港大專商學生聯會攜手合辦 專為本地大學生而設的Jump Starter Ideapop 創業比賽 希望值此培育一班未來創業家精英 參加學生將獲參與一系列創業工作坊 從中學習如何營運企業與開展商業方案 以達至學以致用 期間參加學生有機會結識行業領袖及業界精英 或與其他年輕創業人交流 啟發他們的商業思維及建立人際網絡 勝出隊伍不但將獲一萬元港幣獎金 亦將獲得阿里巴巴生態圈的實習機會 更可到阿里巴巴集團總部實地考察 以及獲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高層擔任其創業導師 去年首格Ideapop 反應熱烈 收到超過400位大學生申請 共有20隊隊伍入圍 冠軍隊伍獲安排在阿里巴巴集團實習半年 基金更贊助隊伍成員遠赴非洲作交流體驗 以及出席當地舉行的The First Jack Monatpreneur Prize 可謂受益匪錢 非常難得 Ideapop 搬營友致成為企業家 或對科技及創新思維有興趣的本地大學生 乃至博士生或應屆畢業生參加 每隊參賽隊伍須不多於4人 今屆比賽的截止申請日期是11月8日 記得把握報名機會 有關比賽及報名詳情資料 可以瀏覽Jump Starter Ideapop 2020官方網頁 好 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